感恩關心我的朋友 也會來聆聽我的分享跟我按讚 老師好 前來的超馬家人 以及俊男美女們 大家好 開心的時刻到了 抽七季卡時間 今天所抽到的四張卡 太妙了 太陽卡的部分 抽到的是太陽的心願 太陽的心願 教導解惑循循善誘 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進而成大器 這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太陽聖德導師 太陽聖德導師最大的心願 就是每一個人皆能成大器 今天抽到這個太陽的心願 真的是有一種 非常 開心的感覺 因為緊接著來的 下禮拜的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 而且盛大的一個聚會 因為愛幸福美滿 誰知道來 第一天的 新歌音樂分享會 以及第二天的實修實練課程 在這段期間 所有的超馬家人都緊握密鼓的 一直邀約 有緣的朋友 家人們 所以 真的是 非常的感動 所以 有感覺到 與太陽有聯繫到的感覺 第二張卡 抽到的是 豐盛卡的部分 飲水師緣 一旦事情出現 轉變 朝著正確方向 邁進時 要不卑 不亢 一切 以感恩天地的心態 持之以恆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順利 就忘本 將自己的邏輯觀 和宇宙觀一致時 只要懂得飲水師緣 人生就會有善性循環 太陽聖德導師 這在 豐盛的光裡面所 的單元就是 一切如法自然火速上升 要將 懂得運用太陽 懂得運用超級生命密碼 所學的 所教的 方法 可以將身上的負能量 轉化為正能量 就不應該在拖延時間 浪費生命 因立即開始落實 以自身做實驗 經常聽我 正能量 不能量 聽了半天 若沒有起而行 實際去體會 一切都是空談 沒有絲毫注意 一個人是否有正能量 從生活上就可得知 若每天發脾氣 心情難過 或者抱怨時間 多過於平靜的時間 就代表處於不平衡的狀態 如果是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 日常生活中還經常處於失衡的狀態下 代表此人諸多計畫或行為不如法 此時要地毯式搜索找出問題的癥結 當日常生活中一切都能如法 就會發現一加一不等於二 這稱之為加速度 這是每一個人原本就一直在尋覓的豐盛 富足的生活 當豐盛的生活來敲門之際 在於自己會不會把握 這就是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守得好 今生沒有100分也有85分 若這個課題沒守好 就容易落入貧窮的生活 貧窮不一定只沒錢 生命裡有很多不足 就會覺得貧窮 若你必須到最後才體會到太陽聖德講得對 到時候再懺悔發願也還來得及 所以人一定要懂得殷水師緣 如果沒有殷水師緣的心 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 必定會墮落 因為一切要如法 層次就會火速上去 若沒有殷水師緣的心 一旦落入了共高我慢 如此是不會得到成就的 所以每天要落實愛與感恩 並傳播愛與感恩的理念 分分秒秒都要感覺到幸福美滿 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 要與不要就在於自己 唯有將自己的觀念釐清楚 當有能力幫助別人時 社會才會因你而更加美好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 大家要共體時間 宇宙與我們的共振 都尚處於地球的亂源中 尋找一個未來的新的軌道 因此 大家不能再停留於過去的觀念裡 拿著香默默的祈禱 這是被動的最寶貴的力量 來自於自利利他的成長 如此才會在他日利他之際 有無限的題材與別人分享 感恩今天豐盛卡的一個對應分享 第三張卡抽到的是 面對真我 富有卡的部分 要勇於面對自己的真面目 武裝自己就容易被許多言論搞亂心智 自我感覺良好 到後來失去自我 亂了原先的腳步和計畫 同時也浪費人生重要的點點滴滴 太陽聖德導師 這在迎接富有攻略第四 重新設定城市 要有堅定的堅定不移的心念 不斷突破給自己機會 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抓對方向 在沒路的時候繼續堅持 柳暗花明又一春 我看過很多堅持到最後的人 就大有成就 山不轉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 人轉人不轉 心轉心不轉念轉 總要給自己正面有挑戰性的功課 一環扣一環 在最近在推 推動愛與感恩 以及這次大活動當中 幸福美滿隨時到來的兩天的課程 自己之前的一個願力 這當中 經過很多的過程 阻礙 但是還是要堅持到最後 這張卡給自己的一個提示 設定成為自己的目標 會減少 這也就是一般 老闆與員工不同的心態 第四張卡抽到的是 得香卡的部分 碩果推音 如果你的另一半 著實沒有任何優點讓人崇拜 你就必須塑造一個果 然後回去推他的音 讓這個音的結論點化 讓這個音的結論點強化他的自信心 某種程度被崇拜的點就會散發出來 這種方法只要掌握得以 也是一種美太陽聖的導師 這在得香女人花這本秘集當中 有提到 所有的絕活都得用上智慧 利用你 唾手可得的這些簡單元素 幫助自己在人生幸福的加分 氛圍中持續不斷的往上提升火候 因此眼前所有的人事物所顯現的境界 都是你練習的對象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觀念的威力 一位優雅美麗的女人 除了本身陰柔之外 也要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實質價值 如果只讓自己讓他人覺得你是個陰柔的女人 但無法讓人實質感受到你陰柔女人的價值展現 那麼你的言對你而言必定是無法加分 或許還會被扣分 當他人發現你的價值 你的陰柔特質就會等比奇數的為你大幅加分 因此在你在人世間的價值 以及你針對各種主題的發揮與否 其中力道與切入的角度是極為一個重要 攸關成功的基準點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需求 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盡相同 這在德香女人花 真的是要好好的品味 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聽 接下來還是要跟大家邀約 十二月二十二號二十三號 在林口體育館盛大的音樂分享會 即將有四位歌星為我們研繹 太陽聖德導師的星座 靈魂將得到療癒 另外第二天的實修實練課程 心法太彩虹大法即將現世 非常的期待 所有的超馬家人 大家都是滿懷的喜悅的心 充滿了愛的感覺 一直在等待這個時間的到來 所以天地也要視線 祝福大家能夠把握機會 共襄盛舉晚安